首先来看到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访试市议会就职 这一栋超过50年历史的建物 下一步该如何走 叶副市长表示 旧市议会位处精华地段 将和议员和当地的民众协商 讨论如何有效活化文化资产 来拟定不同的开发内容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上午前往清新区访试市议会就职 超过50年的建物 看得出不少历史足迹 谈到建物的定位 叶副市长表示 旧市议会位处精华地段 市府有责任与议员 与当地民众协商 讨论如何有效活化文化资产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重要是要活化 那因为它这个 是一个已经超过50年的公共建筑 所以根据法规 它必须经过文资会议来审议 这个是不是有历史文化资产的价值 如果有文化资产的价值的话 那我们会有一种思考 如果不具文化资产的价值 我们就去不一样的思考 叶框史表示市府当前要优先解决 意识厅的文化资产定位问题 并依据文化价值的保留来决定 未来去向拟定不同开发内容 及招商方式 商业开发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当然呢 所有我们已经问过 非常多的潜在的这些投资者呢 他们都认为呢 中间有一个这么大的意识厅在那边 如果文资保留的话 他们是非常非常难利用 那整个地方要活化 相对会比较困难 那如果说整个呢 可以整体来开发呢 可能从开发的角度来讲 相对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我只是讲目前实际的状况 但是最后我们会尊重 文资大会的审议 同时呢会做一些公听 尊重各方公民团体的意见 文化局说明 就是议会土地重新分配比例后 国有土地赚47% 市有土地赚53% 建务市市政府所有 因为考量旧市议会 在高雄民主发展上 有着历史意义 因此规划以现况保留的方式 进行活化招商 后续也将会召开说明会 公开招商 记者潘志光 夏小新 高雄报导